随后仰天大笑,哈哈哈哈,魏无羡,倒也不必笑得这么开心,我觉得你下巴都要笑掉了,温若寒,这两个糟心儿子,温潮立即抱着温若寒的大腿哭着喊着,挖父亲,温旭他打我,他居然打我,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魏无羡父匪,这就是所谓的,要罩着我吗? 温若寒捏了捏眉心道,旭儿,温旭撇了撇嘴,把人从温若寒身上脱下来道,你安分点,也不怕在弟弟面前失了面子,温若寒摇了摇头,面子,哼,还有什么面子,魏无羡父匪,抱歉,面子什么的,没有了,温潮被脱下来厚道,温旭,温旭摆了个鬼脸,魏无羡父匪, 我堂堂仪陵老祖,要你两个小孩子罩着,传出去,我还要不要脸了,温若寒,好了,你们两个,要和阿英好好相处,不可欺负阿英知道吗? 温潮,父亲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阿英弟弟的,温旭,父亲,阿英弟弟交给我,我肯定好好照顾,魏无羡,那就多谢两位表哥了,抱歉,旭哥哥和潮哥哥什么的这种我真的说不出口,好歹也是十几岁的人了,温潮过来,牵住魏无羡的手道,走,阿英弟弟,我带你去玩,温旭,笨蛋, 要先带阿英弟弟去房间洗漱,父亲真是的,也不带阿英弟弟去换衣服,看着浑身不着掉的服装,脏兮兮的,多不好看啊,温若寒擦了擦不存在的汗,完了,自己还真忘了,魏无羡低头看了看自己,好吧,之前再乱葬岗,就是脏兮兮的,现在一回来倒是习惯了,也没注意到,温潮转身看了看魏无羡,好吧, 好像真的脏兮兮的,随后停了挺身子道,好,就按你说的去,这次算你有理,温旭又一个暴力道,本来就是我有理,什么叫这次算我有理,温潮捂着头,哇你又欺负我,魏无羡虽然很喜欢看温潮笑话,但是这时候真的不能放任他哭,看了看温旭,这是揍他的,肯定不会安慰他,又看了看温若寒,这是他亲爹, 应该会,结果看到的是温若寒闭上眼睛不语的模样,魏无羡僵僵了僵,叹了口气,好吧,看来只能靠我自己了,魏无羡小小的身子到温潮旁边,轻轻地拍着他的肩膀道,温潮表哥,别哭了,温潮看了看,是新弟弟,随后站起来抹掉眼泪道,好,我不哭了,弟弟你也别哭 魏无羡,我没哭好不好,算了,温旭嫌弃地看着温潮,真没用,还要弟弟安慰 温潮,你 魏无羡打着圆场道,温旭表哥,先带我去房间吧 温旭,好,阿英弟弟,我带你去 随后气呼呼地对着温潮道,还不快跟上 温潮,我是要帮弟弟,才不是听你话呢 对,没错,温潮小朋友就这样蒙骗自己后跟了上去 温旭带着魏无羡到一个采光十分好的房间,对着魏无羡道 阿英弟弟,这就是你的房间 魏无羡看着眼前的建筑,笑了笑,还真是与上一世江家差得真多呢 前世的江家,差不多就是家仆的房间,除了床和桌椅,几乎什么都没有 也是啊,本来就被称为家仆之子,又怎么会有跟江城一般的待遇呢 不过可笑的是,江叔叔,哦不,江宗主还一直让别人认为他带若亲子呢 带若亲子是子殿鞭打,没有一师一智 打闹惹祸时唯一被惩罚的一个,被称作家仆之子 被辱吗?所以啊,还真是亲书有别呢 再看看这里,不仅采光好,还有床,还有桌椅,还有茶壶和杯子 还有梳妆用品,玉桶等等应有尽有 前世,刚来的时候还得和江城一个房间 如今想来,很是好奇,莲花物是穷到连客房都没有了吗? 温婿,阿英弟弟,量一下尺寸,好做衣裳 随后又拿出一身服饰道 这一身是我刚刚目测你的身高,让他们去做的 你先穿着,还有这鞋子,你穿穿,不合适咱就换 魏无献文言笑了笑 上一世,自己就是穿着不合身的服饰和鞋子,浸得莲花物 这一世,倒是合身的服饰和衣物 而且,不是自己主动提起,而是温婿自己提出来的 上一世的师姐欧布江姑娘倒是提起了鞋子不合适,也给自己置换了 这一世是温婿 温婿在我并未受伤时提出的 而江姑娘则是我二人都受伤才提出的 江姑娘一直都是那温柔的模样 我真的很好奇 她是不是听江宗主的话才会这般帮我 还是因为她的亲弟弟赶走了我在哭泣才出来帮的我 随后笑了笑,看来,江家确实没那么简单啊 魏无献穿上温婿给的衣服和鞋子倒 温婿表哥,我觉得挺合适的 是比上一世合适多了 就算大了点,那也没事 温婿看了看到 没吧,还是大了点 没事,已经凉好了 等下就有新衣服了 我们在这待会 温巢,温婿,我也想要新衣服 温婿,你衣服够多了 还要什么新衣服 温巢,我想要和阿英弟弟兄弟装 温巢,得了吧你 选其他的,你还嫌自己不够丑 还得和阿英弟弟比 温巢,我说了我不是丑 我只是吃得多 温巢,行行行 说到吃,阿英弟弟也还没吃呢 温巢,走 阿英弟弟,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温巢,走 以后阿英弟弟你要是饿了 去厨房,会有人给你做的 魏无羡看着他们两人 上一世的自己 在入莲花屋后 吃的还是江姑娘大碗上的莲藕排骨汤 这一世,倒是有饭菜可吃 三人吃完饭后 温巢对着厨房的人说 这以后就是我们温巢三公子了 你们谁要是敢怠慢他 我饶不了你们 温巢,没错 还有我 厨房的人急忙点着头称好 三人回到魏无羡的住处 温巢,阿英 我的住处在你右边 那个温巢的住处在你左边 温巢点点头 温巢,温巢,叫大哥 温巢撇撇嘴道 凭什么 温巢,我带了你一岁 你不叫我大哥 还连名代姓叫我 温巢,行吧 温巢点点头 魏无羡疑惑地看着两人 这两人到底是如何养成长大后那般模样的 莫不是真有人挑拨离间 随后勾了勾唇 既然我入了温家 我自是会好好招待 温巢小大人搬道 阿英,你好好休息 我先回去了 温巢,阿英,你不要怕哦 如果怕,可以大叫 魏无羡哭笑不得道 好 温巢和温巢回到各自的房间 随后两个黑影进到他们的房间 魏无羡挑了挑眉 果然 是有人暗中挑事啊 随后运用轨道 让鬼用录音符录下全部 自己则是来到了温若寒的房间 温若寒听到门口 有声音起身查看 发现是魏无羡 便道 阿英,何事 魏无羡突然眼眶有点湿润 上一世 能这么温柔对自己的 除了自己爹娘 也就笑里藏刀的江宗主了 说着安慰的话 却处处让我 让着他的妻子 让着他的儿女 而这一世 温若寒这么对自己 却是没有掺和任何杂志的 而且自己 也只是他的外甥而已 说白了 他不认或者出气都可以的 可他没有 他温柔地对我说话 这是何等的福气 让我遇到的是现在的温若寒 温若寒见魏无羡快哭了 赶紧道 阿英 你怎么了 可是你两个哥哥欺负你了 我现在去揍他们 魏无羡急忙拦住道 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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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